风景沉原小区位于杭州林平区 业主张先生介绍 小区是2015年年底交付的 他家的房子100多平方 买来花了100多万 业主们在2016年陆续住进来 可没几年 地下车库的地面就多处破损 而且越来越严重 第七年 这种车子都没有 车子都不开的进来的 都是这样子的 进来应该两三年之后就有了 就原来成熟了 就是小修小卜这样弄了 这里物业他们弄 布给他盖一下 盖起来 但是这块肯定是更难看的 后面很有盖影中的 几位业主带记者 去看了地下车库的一条主通道 地面上好几个大坑 下方的钢筋都已经露出来了 业主们说 他们一直在跟开发商沟通协商 终于在今年10月8号 开发商出了上百万元 开始对地下车库进行整体维修 困扰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眉目 同时 也有部分业主表示 他们对维修方案有疑问 现在施工方式就是打布丁 哪里烂掉了 哪里挖掉一块 那么再修 浮风不不的 我的想法就是 这个主通道或很人的地方 全部给我铲掉 铲到基层 铲到这个基层 然后重新做过 成为里面的就不管它 小区单元门口张贴着施工图纸 不同颜色的区块 代表着要维修的地方 张行人说 他们看下来需要维修的区域远不止这些 有些地方尽管还没有破损的那么严重 但以后就不好说了 好不容易争取来的维修 他们希望能做得更加彻底 施工牌信息显示 小区的建设单位是保溢置业杭州渔航有限公司 这里解释一下 区块变更前 临贫还属于渔航区 记者通过物业联系上了开发商的沈经理 就像有些主干道 他可能原来受压这些 过的车辆频繁比较多一点 他可能有 每个地方其实不一样的 打着的时候 打下去这些还是会有偏差的 还是要看那块区域的综合的考虑的 他们说是最近去两年就出现 类似的这些问题了 因为我之前也不在 他可能施工过程中也会有产生这种东西的 我16年基本上业主入住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在装修 那有些车辆载的货物这些 他受压能力不一样的 因为我正常只是保证我私家车这些 沈经理表示 现在施工才刚开始 业主们的疑问和建议 都可以先统一汇总到叶北汇 之后他们再跟叶北汇进行沟通 该答疑解货的进行答疑解货 该整改的整改 记者也把开发商的答复反馈给了业主张先生 他表示会收集意见 通过叶北汇跟开发商进一步沟通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您在评论上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